然後這個怎麼深成這樣 應該是說他沙相他顏色比較深 超深 對就是他的沙其實就是比較嚴重一點 這個很痛 這個我有印象 對 喔這樣就很痛喔 因為我就記得這裡你有痛過 很大聲喔 嗨大家好我是Steve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久違的回訪系列 我們要去大家最喜愛的 初媽仔局 但這次要去新開幕的西武店 好那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我的人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加開啟小鈴鐺 另外也忘了追蹤我的IG 之前到初媽仔局做頭部按摩 深受大家喜歡 這次只要去體驗他們家的全身指援按摩 據說會帶到一些運動按摩 是一種綜合型手法 非常期待 好現在就跟我們一起看看吧 GO 下壓的時候慢慢地塗氣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可以 然後你腰部靠近就是骨臀的地方 其實它的壓力是比較大的 所以一開始都會先測試力道這樣 對然後其實乾壓的過程也是在搜尋哪裡比較緊的 好那這個會測試這個肩胛骨的活動 好 你這個肩胛骨有一半是 就是這一半的二分之一以上全部是緊的 對 老師力道你OK嗎 我覺得老師你還可以 來幫我吸氣喔 其實你的胸椎的活動度其實是可以的 喔是嗎 對 但是就是接近就是這個大圓肌跟小圓肌這邊比較開 好來 以上四半洗清 好可惜 好 然後這個這邊肩胛骨內側的上緣也是比較緊的 來下壓吐氣喔 然後右邊的闊背比較緊 好痛喔 這邊有受傷過嗎 這個位置 應該是沒有 應該是沒有 喔 有受傷過 有受傷過 什麼時候 有當兵的時候 右手 對對對 好來 好吸氣喔 第二次 好吐氣 好 再來 剛剛測試的部分是只有前面一點點 我待會還會再去做一個肩關節不動度的測試 所以一般來說是測試間指牙一起 對啦 OK 因為你也可以在把它當作測試的時候 然後知道了哪裡比較卡哪裡比較緊繃 那你就可以順便再去做一個放鬆的調整 嗯 要點 以前是前面的那個前三角稍微短一點 可以貼到的多 那你再做第二次喔 第二次角度會再高一點喔 可以故意把它拉到一個直線 然後像這個就是它的另外的一個卡位置 對 就是前側的這個熊小肌 嗯 然後還有我們的功底內側 那這個待會就是我們按摩要加強放鬆的位置 好 然後這一邊的話呢 這邊會遇到旁邊側面比較緊 喔 它要貼到耳朵還要再做一個旋轉 嗯 滿明顯的 嗯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肩膀的內側下也比較緊 對 再來兩邊這個卡位置 對 也是想小心 你倒OK嗎 你倒OK嗎 我倒OK 這樣會太大力耶 不會不會對 不會太大力 它太輕它不行 然後我從你的下背這邊 開始再去做一些調整 然後因為你的按摩耐受度很高 嗯 所以我通常就是會先從比較緊繃僵硬的那一邊開始 但是如果說比較怕痛或是比較少按摩的 我可能就會從這一邊開始 對 先讓它比較緊繃僵硬的那一邊有準備 OKOK 你們這西湖店是開多久了 嗯其實我們是從港前店然後翻過來 所以是最近嗎 喔12月份的事情 OK 所以你看到中環其實都還滿新的 對 對 你今天都沒有痛喔 都酸居多 對 對 下次會移動很少 看腰比較通勁 通常腰的問題都是跟臀寬還有臀 比較直接的關係 對 下次會移動很少 對 這邊是酷筋膜髒筋 它通常就是臀中肌這邊比較緊的 這邊一定也會比較便宜 這邊一定也會比較便宜 你這邊怎麼樣 這邊密缺 還好沒有左邊爽 那待會就是按摩身體的油 我們這邊有分兩種 然後一個是一般的植物油 然後另外一個它是精油 然後是歐盟有機認證的 你最近會覺得身體 或者是心 或者是頭 就是腦類嗎 身體跟腦味 有影響嗎 就是會去影響我們配搭精油的方向 好 好 好 蚊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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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就我覺得其實真的 不錯 不錯 你聞到的草本應該是苦辰葉 我輸的應該是這個 苦辰葉它 其實它是用來調節我們心臟很好的筋膜 如果單紋它其實它氣質就是很優雅 可是它又可以就是比較偏向安撫我們的心 然後另外我有加那個歐洲的刺鬆 刺鬆它是針對就是腰部的痠痛 然後另外放鬆肌肉的就是有安息香 然後還有廣過香 那安息跟廣過它對我們睡眠的調節也是有幫助的 然後剛剛說你這一邊的闊背比較緊 你從這一邊開始 好 然後我現在按的這一塊 它這邊就要稍微用比較柔順的手法 這邊的軟組織它沒有彈性 也就是有可能你平常用到這個肌群是固定姿勢太久 對或者是反覆性相同的動作然後它會比較疲勞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先讓自己精膜 它自己去補水上 這邊還好嗎 感覺這邊皮要不會痛 對 但沒有味道很痛 這裡 有些垃圾 好 它的最愛 這可以在樓上 應該可以喔老師 對 嗯 對 那是我這個手法 嗯 然後它去按到這個肌上肌 然後它自然會有格子 嗯 然後它比較清脆就是 它比較緊繃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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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这个就是这边已经长久没有弹性了 然后还有他那个年久私修的这一点 这边去定管 老师拔罐他的作用是会让那一边的地方更怎么样 他是负压的原理 然后他可以同时去放松比较紧绷的僵硬的肌肉 因为像拔罐他跟刮沙一样 他会产生那个沙 对 那那个沙其实他有一部分就是身体自己本身的那个肺部 他比较难被带血 因为血液血管不好 也有一部分的人 对 他很怕痛 客人 可是他可以接受拔罐 因为拔罐好像听说不会痛 也不一定 因为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他拔罐真的是完全很轻松 就是睡到不行 然后我们这边就是拔罐是附加没有另外手套 他就是算在时间里套 这样会太紧吗 对 很红 很红耶老师 再放掉一些线 大概这样子 好 老师一般很红是湿气重 没有 如果是有湿气的话罐子他会起 老师是这个 这种 有感觉吗 有什么感觉 就是酸酸痛痛紧紧 不感觉 要多 但目前有微酸 他足下倍数几几 也是平均 嗯 那我们先让他停留下 看到本周 好 所以待会还是会 嗯 留一点的时间按头 他的尺寸里面本来就有了 对不对老师 头部的基本上都会 OK 除非身体太紧绷的人 来不及 就是还是会 跟他做沟通 沟通 时间分配 然后也有少部分的人 比方说 他就是不想按头 或者是那种当老板 还有机会 他不要被摸头 哦 真的有当老板 有 有 有 今天会比较酸痛 有 会吗 会吗 还好吗 还好 真的蛮奶奶 因为那个位置是指尖 嗯 我记得那个位置好像蛮痛 对 小腿度有感觉吗 蠻有感覺 這個怎麼分成這樣 應該是說紗相顏色比較深 超深 它的紗其實就是比較嚴重一點 像這三個啊 它這個會灰白是 第一個除非它有平血 要不然就是它這裡 它曾經有受傷過 還好嗎 可以 它最怕的地方來了 對 尤其它左腿 剛剛前面的 我最愛你用的按鈕 它ok的 是有比較緊繃的 非常慢 蛤 你這邊比較硬 那你幫我吐氣 熬過就好 你說沒聲音喔 對氣喔 沒有鼻子 那你很ok 老是槓琴 喔好好好 對 沒想說怎麼突然這麼鎮定 右腳腳白 活動度蠻猛的 但是左腳剛剛腳白那次我試試看 嗯 待會有一個定點按壓你幫我吐氣 好 這個很痛 好 吐氣 這個我有印象 對 它是一個穴位 對 好 好 來 還好嗎 上面就有比較好一點 我都覺得 腳底有熱了 那倒有熱嗎 有啊 欸 這隻腿還好 腿還好 憋氣 忍住 忍住 這邊其實也會蠻痛的 哇好像很聲音 痛嗎 痛嗎 很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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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嗎 老師手上很無形 老師勾過你 老師勾過你 對啊 好 吐氣 還好嗎 可以可以 比較海喔 蛤 上面比較海喔 小腿肚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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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會這麼痛嗎 因為它那個是穴位 所以它一定會有 比較明顯的症部 OK 這樣可以太大力嗎 不可以 這個感覺好舒服 對啊 很舒服 之前好像沒有這樣按過 這個是 波中帶柔 喔 會痛嗎 不會 你現在很有精神喔 嗯 為什麼 很舒服 喔 這邊比較硬一點 這邊頭頂的排會是比較緊的 嗯 會痛嗎 嗯 然後你待會 翻正面 就是 右邊的額頭也會是緊的 喔 它一定也是緊 嗯 你今天整場的清醒度算蠻多的 不會覺得 不會覺得 以有油壓來說 你那瘦肌真的 很強 真的嗎 真的嗎 老師那邊大家都很痛嗎 對啊 嗯 真的很難 你就是大腿沒辦法 大腿看來真的是 永遠的 沒辦法 還有大小眼睛也不太好 嗯 我這樣都很痛喔 因為我就記得這裡你有痛過耶 這邊是 前三角的位置 這個就是可以用感覺 待會這邊我會再用油推去推 好 導致所以我們正面也是還會先一點點指牙這樣 嗯 看狀況喔 現在是算指牙 對 看狀況 你現在是很痛嗎 我有痛喔 痛 痛嗎 嗯 像油推的時候 嗯 就 緩和一點 對比較緩和一點 可是你胸膛這麼厚 其實是天生的嗎 沒有 我以前是很窄的 我以前很小 然後很瘦小 是練出來的 是什麼運動練出來的 高中開始打籃球之後 去練出來的 你不是練那個力體 老實在家都會練喔 就是打球 我也打球練 那邊都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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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推感覺都比較緩和一點 嗯 這樣會選嗎 會 這個地方 會嗎 先夾下去 會 會算一點點 也蠻刺激的 尤其 這角度這樣 往下轉 會算也是蠻刺激的 喔 哇 哇 這裡有感 有 酸喔 會酸也會痛 對也會痛 但是這邊的痛 跟按其他肌群痛是不一樣 對 對 很痛 可以這樣比 著手好 你說比著手好嗎 就是它 活動度 對 對 沒有那麼直 對 沒有那麼直 但往下還是最痛 嗯 哇塞 像剛剛壓的那個位置 嗯 比較少 按摩會按到 喔知道 我自己是都沒有被按過 它好像有被按過 也是痛歪歪 好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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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苦後乾了 待會要按頭了 可以喔 可以可以 有眼睛嗎 周邊 對 那它應該會痠 現在就很痠 沒頭 這邊會不會太大力 不會可以 這就很響亮 嗯 大家被按的時候都很響亮嗎 剛開始 大部分 就是筋膜比較鬆 它聲音就會越來越小 喔 就是如果以這種手法 是 像現在 尤其是這裡 對 老師剛才有說 你額頭可能會 偏左邊 對 所以平常這裡會比較不舒服 嗯 然後因為 就是 眉毛以上的額頭 然後過了頭頂 如果以筋膜來講 它就是屬於 背後的筋膜線 嗯 所以前面額頭這邊太緊 背它也會變得比較緊 喔 OK 這樣也不會 痛 不會不會喔 因為很舒服啊 頭對它來說就是一個舒服 對啊 很舒服耶 很大聲喔 嗯 那待會 太陽去的地方 我們上一點點筋油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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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 我們已經體驗結束了 然後我必須說這次的全身持油壓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 每位老師他們都會去跟你聊天 了解你平常的狀況 那他們調配出來的經驗 我覺得跟以往 目前我去過一些油壓店經驗 都比較 比較不太一樣 他們會有一些獨特的配方 那當然就每一家的 我們每一家的房子 但我覺得 整體這個力道 我還是很喜歡的 那老師還是一樣會帶到頭部的部分 那我覺得 不管是頭還是全身的指壓油壓 過程都是很舒服的 所以還是很推薦大家都可以來體驗看看 他們的全身指油壓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